選戰選舉即將到了 為了確保維安滴水不露 警政署大動作是插氣黑槍 就從111年的1月到10月 已經查獲了破千支的黑槍 甚至還有半成品的3D列印槍枝 就外國專家提醒了 3D打印槍枝正在持續演進演化中 那麼是凸顯的威脅 那麼雖然目前這種塑膠類型的槍枝 不可靠 但設計跟零件網路上都找得到 大批員警衝進制槍工廠 嫌犯措手不及狹地立刻爆頭蹲下 數百支改造手槍被查獲 仿佛小型軍火庫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這把疑似半成品的3D列印槍枝 因喜愛把玩槍枝 平日自行鑽研改造槍枝 我們有查獲一把疑似 是用3D列印改造出來的槍枝 九合一大選即將到來 為了確保開票日選務順遂 警政署大動作查棄黑槍 從一百一十一年一月到十月 查獲一千零三把黑槍 塑膠外形就像玩具槍 但火力強大不容小覷 更是極端分子及黑棒的最愛 雖然材質預熱容易融化 壽命也短 但價錢便宜 零件還能上網買 製作教學更是隨處可見 美國槍枝維劃盛行 2013年NPO分散式防御組織創辦人 維爾森 就在網路上分享了 他的3D列印手槍設計圖 後槍只要家裡有一台3D列印機 就能用ABS樹枝印出槍枝外形 但最後被美國國務院認為 他的3D列印手槍 違反槍枝管界的相關法令 而被禁止 網路國務院福建 不知美國 就連台灣也有民眾 將如何用極其製程3D左輪手槍的影片分享在網路上 對此外國專家相當憂心 表示3D打印槍枝正持續演進 是凸顯的危險 就怕3D制槍風氣引進台灣 警方實言打擊不法 將違法擁有槍械的范嫌一網打盡 要捍衛人民安全的生活環境 這位採訪公金服務廠報道